如果每天都在摇来摇去摇地震的话 你会害怕吗 我相信很多人对台湾的地震是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害怕 为什么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日本印尼菲律宾跟台湾 很多国家都是经常在地震 所以我们都不觉得害怕 除了摇更大一点以外 弄大一点也很淡定 很多人很淡定 好像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麻烦了 改变世界局势的火山地震 以及很多朝代的灭亡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三十多亿年前 我们生命中发生过五次的物种大灭绝 五次物种大灭绝 三十多亿年的生命始终 六千多万年前 陨石撞地球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形态 而且它包括了火山爆发 包括了很多的森林大火灾 还有包括了整个气候的变化 还有永夜 这些问题都开始出现了 天上下起毒雨 就像我讲的 我在今年2022年 一直在讲明年2023年 天上下毒雨 为什么会下毒雨 气候的改变 好 那也当然 火山爆发出来的 硫磺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大堆 所以六千多万年前的陨石撞地球 有75%的恐龙大灭绝 以及人类的大灭绝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宋朝为什么灭亡 明朝为什么灭亡 包括清朝为什么灭亡 你们知道吗 每三百年有一次大震 每三百年有一次大震 我们现在的周期是百年大震而已 好台湾有什么地方 台湾以前台北市 我们现在居住的台北市 叫做台北湖 在清朝的时候 叫做台北湖 大家知道吗 我相信你们只要看电视节目 很多电视节目都曾经报导过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我们先讲 2023年鬼马年全球大震已到 这些国家逃得了吗 来到底逃得了吗 好 天不让你活 你绝对活不了 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全球最大火火山 夏威夷的毛纳罗亚火山 已喷发多次 岛上20万人奔逃 好 我们先讲1641年 菲律宾的居民在 某天听到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炸 接着天空变阴沉下来 就整个暗下来了 当天的中午呢 天色已经变得比夜间还要暗 还要黑 伸手不见五指 你想想看 1641年 现在是2022年 这样是几百年前 如果是1641到2022的话呢 大概是三百多年前 对不对 好 当天的中午呢 天色已经变得比夜间还要黑 伸手不见五指 那既然伸手不见五指的话 代表什么呢 那就很可怕了 是不是 什么意思 就是根本就像黑暗一样 黑夜一样 那所以呢 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知道在381年前发生了 而火山灰如雪絮般飘落 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1641年 距离今年2022年是刚好380年前 好381年前 原来是南 南菲律宾的那个帕克火山喷发 这次火山爆发 甚至呢 波及到了越南的柬埔寨 越南跟柬埔寨都被波及到 后世学者呢 将这次的威力定为六级 哎 这个是什么 菲律宾的火山喷发 居然跟越南也有关系 跟柬埔寨有关系 你们以为呢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好 所以呢 后世的学者呢 认为这次的大爆发 把他定到六级 从1638年到1644年 这几年当中呢 太平洋地区 总共发生了12场 这种威力级别的火山运动 创地球有人类记录以来最高记录 来 1644年到1638年 总共几年 没有多少年 几十年的时间而已啊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这 六年当中 三八到四四 刚好是十 我看一下 1638 1644 那几年当中而已 总共有六次 十二场的记录 十二次的记录 这些火山喷发出的 亿万顿的硫磺灰呢 灰尘呢 遮蔽了太阳 我告诉你 永夜的发生就是这样来的 我不是讲吗 现在最担心的是 除了全球的火山爆发 夏威夷的这个 毛纳罗火 罗亚火山 还有呢 黄石公云的火山 如果一旦爆发的话 永夜可能六年呢 好 中国遭遇的灾害最为惨重 你们不要说那个川阵 川阵 上次的川阵 记得吧 几十年前的川阵 四十年前的川阵 四十年吗 有这么久吗 好像没有 有 三十多 二十多年前的川阵 1640年的时候 中国北方过去五百年中 最为干旱的一年呢 全国饥荒 史书有记载呢 自淮尔北至济南 树皮实径 就是连树的皮都吃光光 完全没有粮食可以吃 好 垃圾火山大爆发 我们先讲一下 你们看到这个全球最大的火火山 现在呢 一直在喷发 而且不断的在喷发 光是今年已经喷发八次 来接下来我们看火火山 地球上最大的火火山 夏威夷毛纳亚罗亚火山 海拔高达4169公尺 1948年 成疾了38年以后呢 于夏威夷当地时间的 11月27日上午呢 火山爆发 造成大量的火山灰 有毒气体 以及岩浆涌出 天上全部都是有毒的气体 我不是说明年2023年 会下毒雨吗 就是这个东西 你们只有看我讲的东西 定都是我在事先就预言的 好 那你们一定会说 那就算知道又能如何 要避灾难 好不好 我们就算知道要避灾难 好 垃圾火山大爆发 垃圾火山位于冰岛的南部 冰岛呢在前两年喔 每天都在摇 一天摇几百次 一天摇一两百次 两百次 光是冰岛的火山 你知道吗 一天啊地震啊 一天摇一百多次 两百多次 1783年6月8日呢 这个火山群突然爆发 熔岩流从约25公里长的裂缝那里 溢出来 喷发口多达一百三十个火山口 你们有看过 一个火山是有一百三十个火山口 不是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大家都以为啊火山喷发 还可以来去观景 很好 一百三十个火山口一次爆发 所以呢 整个过程你就可想而知 那是什么样子 毁天灭地 来 那他间端持续的半年多 而且半年多 所幸火山地处偏僻 并没有直接造成很多人员的伤亡 不过呢 他那次的火山喷发呢 释放出超过八百万吨的 肺化氢 超过1.2亿吨有毒的二氧化瘤 在混合水蒸气进入人体肺部 能让人死于窒息 据统计呢 其实当年末 就有2.2%的冰岛人死于 这个肺气中毒 就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毒气 让你中毒而死 所以呢 如果一百个人有两 两三个人会死亡 2.2% 火山喷发形成的 这个二氧化瘤 在毒害冰岛的人的同时呢 迅速飘散到欧洲的上空 不列颠岛 埃尔兰岛 以及北欧的摩威首当其冲 当时统计呢 当年夏天就约有2.3万英国人死于肺部阻塞 有2.3万人属于这种火山喷发出来的 这种毒气阻塞他的肺部 紧接着呢 毒物呢 又蔓延到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呢 近八九个月之间 八九个月之间 法国中部呢 北部的沙特尔市呢 有五个颇线人死于二氧化瘤中 化瘤中毒 那人们莫名其妙的也相继死去 所以呢 当时呢 在欧洲造成很大的伤害 很多人死亡 由于不知道毒气的由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因为火山爆发 而那个二氧化瘤的升上空 我一直在强调说 2023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什么 下毒雨 因为什么他天干是鬼喔 鬼水 鬼水就是有毒的水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鬼水就是有毒的水 所以你看最近呢 很多的这个火山不断的在爆发 火火山 死火山 六千年 沉寂六千年的火山 都继续在爆发 那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全部都发生了 全部都发生了 还有沉寂一千多年的也在爆发了 那鹰岛火山也在爆发 现在就怕日本的什么 富士山火山 台湾还有一个什么 北投大屯山的火山 我们还有个龟山岛火山 对不对 那菲律宾的火山更大 一喷发不得了 那印尼的火山是经常在喷发 那我们来看下去 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些毒气从哪里来 在英国的历史记载中 六月到秋天 整个英国都被浓密的云雾所盖住 天空是灰暗的 船只根本没有办法出行 没有办法出航 因为全部都黑的 全部天空都是黑的 就是笼罩着黑雾 黑雅雅的一片 就连太阳也被染成红色 此外 英国还遭遇火山灰尘降 就是火山它喷发到天空以后 整个的火山灰一直降下来 持续的落成 让英国将这年夏天称为陈夏 就是每天都有不停的那种 我们不常常在讲说 中国大陆会有一些什么 那个飘过来台湾 是不是 沙尘暴 那他们叫做陈夏 一个整个夏天 灰尘一直往下降 那这个肺氧氢和二氧化硫 还抑制了植物生长 竟然导致农场和牧场被破坏掉 造成了严重的食物的短圈 当年的冬季很惨 也有10%的冰岛人 在消耗完储备的食品后死于饥饿 连冰岛人都死于饥饿 那不是非洲之角 直到现在冰岛人还形象的 把垃圾火山称为艰苦之母 他们度过了那个艰苦的岁月 不独火山所在地 从冰岛跨越欧洲 直到北非的埃及 连北非的埃及都受害 许多地区都爆发了饥荒 因为他整个毒气下来以后 没有办法生长植物 动物也会死亡 植物也会死亡 土地根本都是毒 你想想看 土地有毒怎么种呢 所有的农产品没有办法种植 你就不要说稻米 其他也没有办法种植 接下来的几年 欧洲出现了酷暑和严寒交替的极端气候 就像现在这样子 冰岛刷新了300年来的最热记录 和250年来的最冷记录 我们现在也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都开始在刷新的记录 天气的这个变化 一下子冷到零下五六十度 然后热爆到五六十度七十度 来回差一百多度 真可怕 那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人们几乎感受不到春季的温暖 那文献上面记载呢 1784年没有离我们很久喔 英国汉普郡出现了罕见的连续28天双冻 好 现在是2022对不对 那他1784年 1784年的话 1868来238年前 238年前不到300年 德国等中欧地区 所以则因寒冬大量冰雪消融而受到风灾侵袭 好那在这个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也未幸免 1783年跟1784年这两年当中呢 冬天呢明显变得更冷 美国在这两年呢都持续更新了寒冷的记录 墨西哥湾还出现了结冰现象 那1783年的时候呢 垃圾火山喷发 好 垃圾火山喷发 听清楚喔 然后呢造成的恶劣影响呢 以冰岛为中心呢 将东至西伯利亚 西部的阿尔泰山区和叙利亚 南至北非的尼罗河流域 西至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大家知道喔 北至北极圈的几乎半个世界都席卷在内 整个地球北欧部分 跟欧洲部分全部都在里面 半个地球 整个地球有一半呢 就是冗在这种恐怖的生活当中 所以呢当时的阶级呢 矛盾最尖锐的法国大革命 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呢 在1783年的垃圾火山爆发造成的恶劣影响 好那全人类生存的危机已经到来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来观察中 美国地址呢 调查局和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呢 声明指出呢 目前沿江还停留在山顶 对于呢 设立在毛纳罗亚火山区的天文台语研究单位呢 其危险程度将取决于火山爆发的进展 所以呢 他不断的在喷发 而且他的火山口 你知道他们现在火山口是 我知道他大概有100多个 台湾的火山口也很多 台湾最近那个地质学家 摊甘学家 以及我们的地震专家也在讲 我们的那个北投的那个温泉 北投那个那个火山呢 大概也有几十个火山口 几十个不是十几个是几十个 大大小小几十个 现在离那个火山口大概不到8公里 因为他每天都蠢蠢欲动蠢欲动 所以你们去煮蛋的时候很快就熟了 都现在诞价一颗贵三块 所以呢 人类的生存危机来了 这个在观察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 同时喷发 好 夏威夷全球最大火火山呢 毛纳罗亚现在距离 他30公里的劳基亚火山 现在也开始喷发 同时喷发 所以呢 虽然目前火山和碎片呢 没有危及到居民 但甚至有游客想到现场 一堵美景 我天 但政府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戒 因为呢 岩浆流可能迅速改变喷发方向 很难确保住住百区或民众一定会安全 好 那我们再讲 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来我们先讲一下呢 塔伯拉火山的大爆发 之所以能列为榜首的原因是什么呢 除剧烈程度是历史最大之外呢 对整个地球产生的后续影响 也比历次火山喷发更恶劣更严重 再讲一次 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好 塔伯拉火山大爆发 好 这个呢 当时呢 塔伯拉火山呢 喷发形成一条高约24公里的烟柱 一条24公里的烟柱 直冲大气层 24公里有多长 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吧 呃我们大概想象一下 如果台北市到桃园的阶段 大概就这么长的距离 那你想看火山可以喷发这么长 多可怕 几十公里 好 那我们台北市呢 到北头也大概就这个距离 对不对 24公里 好 直冲大气层火山灰颗粒呢 随即形成一朵巨大的烟云呢 逐渐在世界上空扩散 它整个在天空扩散 然后呢 并滞留在整整整有两年之久 火山喷发的物质还弥漫于地球同温层哦 火山喷发的物质 它有硫磺 有很多的氢气 还有很多使你肺部会窒息的那个废气 全部都在同温层里面 形成一片灰漫 并向北方蔓延很快就飘到了北半球 好 1815年的秋季呢 英国出现了持续时间很长的暗红色的黎明跟黄昏 所以我在最近不是 就是从去年开始年初 去年年初我到今年呢 一直都在做那个天空 不是变成绿色的 那不是北极的绿色极光 天空不是变成绿色的 要不然就是暗红色的 要不然就是那个蓝色的天空 要不然就是灰红色的天空 对不对 天空的变化真的是变化无穷 那为什么天空会有变化呢 跟地震云也有关系 跟地震跟火山爆发全部都有关系 跟我们现在气象变迁都有关系 所以呢1815年跟1816年的春季跟夏季呢 美国东北部呢也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持续不断的 连这个风雨也无法驱散的干雾 那个来大风那个干雾都还在 整个天空的这个黑蒙蒙的一片都还在 所以我说那个永夜几年是真正的事情 他永夜凉年 根据当时美国新闻报道呢 这种干雾能使太阳光极具的 变红并减弱 而且呢以致呢平肉眼就能看见太阳黑子 讲到这个太阳黑子 我之前有做了好几篇的太阳黑子 就是太阳的整个黑子的变化 已经非常之大 那以NASA跟太空专家 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 太阳整个的黑洞呢越来越大 而且呢太阳黑子的颗粒呢 太阳黑子形成的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在那一年的六月呢 美国有月时 我不是常讲吗 那个月全时跟日全时的时候吗 那叫什么超级雪月 看到没有超级雪月 我常做超级雪月 光去年做了两三篇 则常常能观测到暗红色的光亮的超级雪月 所以呢这一次呢完全看不到 那是呢那成干雾惹的祸呢 116年在历史上被称为呢 无夏之年没有夏天的 冬天一样 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呢 塔伯拉火山喷发形成的 硫酸物的影响 导致一年人类几乎看不到阳光 在民间呢 这也称为了冻死人的1816年 我不是讲说会有永夜六年吗 如果是美国的黄石公园火山大爆发 那是超超超级大爆发 真可怕 大家都不知道这很恐怕吗 大家都觉得我还来去看火山爆发 同时喷发 来去看啊看火山爆发 来接下来 好日本樱岛火山已连续喷发八次 来继续在蠢蠢欲中中 好我们都知道呢 他鹿尔岛前面有那个海底 海底 他已经开始那个土地已经 已经那个因为海底的火山喷发 整个土地都浮上来了 形成一个小岛 而且现在面积越来越大 好那台湾以前可能也是这样 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可能以前也是这样子 台湾可能也是这样子 那以前呢在清朝的时候 我们台北市呢叫做台北湖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八次 日本气象天的7月24日呢 位于九州的火火山的鹰岛呢 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呢 当局已对鹿尔岛以及鹿尔岛市发布呢 喷发警报 这也是呢 鹰岛火山今年以来第八次喷发 图片为鹰岛火山 2020年12月17日喷发的迹象 好2020年也喷发过 2021、2022全部一直都在喷发 日本很多国家在预测它可能会消失 说日本可能会消失 你看日本的地震很可怕 九点一级九级 八点几级 日本的地震都比台湾大很多 来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大概不太知道 台湾的地理环境是这样 我们有个中央山脉 现在中央山脉有破碎层 而且绵延300公里 台湾的破碎层绵延300公里 而且我们的地震带非常之多 现在呢 不是政府一直在交 这个气象厅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可能百年大震要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近呢 不是花莲啦 花东地区啦 还有高雄啦 还有那个嘉义地区 都是要小心戒备嘛 那为什么台积电不敢盖了呢 你们知道台积电为什么不敢盖了吗 因为那个位置刚好在地震带上 他哪里敢盖啊 而且百年大震已经现在呢 包括NASA的科学家 包括日本 包括台湾的科学家 包括这些探勘学家 以及呢气象学家 都在警告大家 台湾日本菲律宾 包括印尼 百年大震时间一到 冰岛前两年就开始 那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 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夏威夷群岛 包括美国的黄石公园 不要忘记了 几十年前呢 整个在美国的 那个大地震死了多少年 还有呢 中国是最惨的 中国是最惨的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中国每一次的大地震 几乎就毁灭了那个朝代 以前不是现在 就毁灭了那个朝代 真可怕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火山爆发已经形成一个小岛 而且越来越大 对不对 太可怕了 这个是什么火山 来太平洋岛国东江 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 火山活动频繁 9月10日 东江附近的海底火山 再度发生喷发 连续呢 数天不断的喷出熔岩 以及灰烟 然后呢 周围的海水也被染色 看到没有 柚土 那颜色都怪怪的 跟一般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在火山爆发以后呢 海面上竟然浮出一座新小岛 这个叫新生小岛 在14日当天大约只有4000平方公尺 但20日就已经迅速扩大到2.4万平方公尺 几倍啊 六四二十四六倍大 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岛一下 二十天以后就六倍大 再过二十天 又用倍数来算 又36倍大嘛 有可能喔 你不要说他impossible 有可能 对不对 maybe 就会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喔 小岛的行程呢 其实跟火山爆发都有关联 好不好 那我想呢 在新一格南 真的也出现了像那个六月飞霜 为什么在冬天的时候这么冷 然后呢 现在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前两天非常冷 今天稍微稍微暖一点 但是你知道在全球现在呢 有很多的国家是冷到爆 还有呢 你知道吗 一下暴雨 一下暴风 一下暴雪 一下子就是地震 要不然就火山喷发 要嘛就是瘟疫流行 然后呢 瘟疫的变种 不断的袭击着全人类 让全人类每天都在应付这些 因为气候的变化 因为呢病毒的变化 应接不响 所以呢 你想想看哦 加拿大 加拿大的小麦 它是生产力很强的哦 结果他们也难逃厄运哦 你知道小麦 玉米 甘草等农作物的价格都飞涨 所以每一次的这个气候变迁呢 都是人类要媚绝之前 人类呢 全球人类会因为寒冷 而受到死亡的威胁 现在欧洲就是了 我想呢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一集一集来做给大家了解 明朝怎么灭亡的 我们刚才跟小编讨论 小编说 宋朝怎么灭亡的 明朝怎么灭亡 清朝怎么灭亡 不是打仗灭亡 而是发生大灾难灭亡 好吧 那我想我们后面继续看一下 地震频繁的台湾将面临何种危险呢 有什么样的大危险吗 一定有的 火环带 台湾的地理位置在两大板块交界处 也是太平洋的火环带 其实历史上有许多大地震 都是在太平洋火环带中 环太平洋的火环带呢 又称为环太平洋带或火环带 带上有一连串的海沟火山湖或火山带 算一算452座的火山 占了世界火山的75%以上 而全球90%的地震都在这地带上发生 而直接成因就是板块的移动和碰撞 2万到4万来我们看 台湾每年平均有2万多到4万多的地震 而有感地震就占了700到2000多次 西象局也公布1991到2018年的统计结果 光是花莲有感地震 数量就占48.7% 将近全台的一半 不过更为流域西半部 因为多为活动断层 地震较为浅深 一旦发生地震呢 因为人口密度高 就常量成严重灾情 现在地震前两天的上个礼拜的地震 深度只有5.7公里 越来越浅 看到了没有 整个地震一旦发生的时候 是令人很惊悚的 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呢 918你记得吧 本来6.4就以为结束了 后来还来个6.8的 柔长寸断的那些公路跟桥梁可怕 花冬 对不对 近期的地震非常多 九回忆大选才刚落幕 台湾的深夜地霓又翻身 一夜连续两起地震呢 花莲进海27日凌晨呢 就是11月27日凌晨1点38分 发生最似规模5.5的地震 深度35.2公里而已喔 浅层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莲县的岩寮水莲等地 而以及南投县和欢山都有测到四级的震度 隔了一个多小时呢 在凌晨3点09分 东部海域又发生瑞士规模4.7的大地震 深度更浅14.1公里 但最大深度是两级 在宜蘭县的武塔 几率这么高 你看根据美国地址调查局的分析 加州30年内发生呢 瑞士规模8的超级强震几率为7% 我认为可能会70%不是7% 已经到来的 百年超级大震已经到来 而发生瑞士规模7的地震几率呢 北加州为68% 我刚才讲70%对的嘛 南加州为82% 看到了没有 北加州有68%的几率 南加州82% 发生6.7规模的几率更是接近百分之百 我觉得它会到7以上的地震 关键是有超过70%的人口 都住在可能发生强震的断层周边30里以内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嘛 它整个带是从洛基山脉那边下来 然后呢从那个 三番西石口 整个这样子下来到北加州这边来 所以呢你想想看这有多可怕 那火环带大家知道吗 火环带就是这样子整个太平洋的火环带 那今年呢日本 日本的福岛县外海发生规模7.4的强震 记得福岛上一次才发生9.1的强震 整个海啸席卷了整个福岛 连所有的人 车房子 冻植物全没了 真可怕 悲惨的人类真的 7月在菲律宾呢北部规模7.1的强震 尼加拉瓜呢4月份近海地区发生规模6.9 好秘鲁5月出现7.2的强震 墨西哥中西部太平洋沿海米肯 米雀肯州呢也在当地9月19日 而且他们是连续两三年都在9月19日 发生规模7.6的强震 我们才发生我们18号发生到19号发生 记得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做了节目给大家 但这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 不管是强度还是频率的话 都还不到有记录的历史高点 还不到喔 所以呢看起来呢 这些地点通通在环太平洋带上面 好世界的环带分布图看到了没有 来我们好好讲解一下 好这个呢是爪哇的火山带在这里 那这个是其他的地区 这个其他地区 那环太平洋火山带是这个 整个看到了没有 包括美国整个啊 台湾台湾就在旁边要一样 那东非火山带 橘色的是地中海的火山带 东非火山带是整个是黄色的这个地方 藍色的是爪哇火山带就是印尼的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喔 这几个国家 中国喔 中国也都是在整个火山 他的火山也是经常爆发7级以上 非常可怕 那中国的很多的朝代的魅亡都跟地震有关 而且跟永夜有关 所以呢到后面呢都是什么饥荒而死 好我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对火山的这个爆发以及地震 应该要更有强烈的意识感 为什么呢 因为百年大争已到 那每300年就有一次喔 这个世纪大灭绝 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 那我现在算一算到现在喔 你看1638年到1644年 太平洋 光是这个地区总共发生了12场 这种威力超级的火山运动 那个1638年到1644年 几年当中六年当中而已喔 就有12场 一年最少两次 所以呢 这些火山喷发的亿万顿的硫磺灰呢 会遮蔽了太阳跟天空 我们就会喔 变成永夜 冰 没有太阳光照不到地球 那就是非常冷 而且会冷死人 要不然就是火山灰的那个熔岩喔 到天空以后 它降下来的都是毒雨 毒灰尘 会让你的肺部窒息而亡 很多国家都因为这样子很多人死亡喔 今天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岸老师按赞分享开启订阅 按下小小铃铛 我们还有下集下集下集 我们会一一来告诉大家 因为百年大震强震已到 而且台湾身处火环带的危险地区 你看那个日本 下死人二十天 二十天的小岛可以形成是六倍大 可能现在更大了 因为我还没有查资料 我们小编查的资料 谢谢大家 来 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小编们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注意 如果台湾的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逃生 要记得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希望我们能减少伤害 那我觉得台湾人不要一直为了赚点钱 而把生命看得这么小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店面不愿意都更 那既得利益的人不愿意都更 但是害的楼上的人真的要什么逃命呢 对不对 所以真的台北市希望先都更 能都更的先都更 那我想这些事情应该要赶快做 否则的话恐怕会来不及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那个北投的那个火山 一旦爆发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霍原到了就整个台北市 如果往金山那边去的话 万里那边去的话 那那边也很惨 对不对 如果往台北市的话那更惨 不是吗 好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们未来人生要怎么样走下去 2023年是一个历史转运年 而且是一个呢 整个气场的转运年 所以呢现在气场非常乱 然后呢人心也乱 那恶魔也多 人都变恶魔了 好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活下去最重要 谢谢大家 拜拜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你的小铃铛 谢谢